你自己不是双女吗 你现在还就是 我要看到我的 great grandchild 世代同堂有啦有照片 但是那个主角通常是躺在里面 2728吧 2728你快到了 我还没有还有三四年 ok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句话是以前流传到现在的啦 也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走到那一步嘛 就是要结婚要娶要嫁嘛 对不对 你觉得12个星座里头 哪一个星座会是那个 最有可能找婚的星座 最有可能找婚 绝对是巨蟹座 为什么 因为我身旁的朋友 第一个嫁的就是巨蟹座 你觉得你身边的巨蟹座 你们的想法 会不会是找婚的一个星座 我要找婚哦 早婚成家了就能立业 然后就可以早一点退休 真的吗 不是结婚的责任更多 就更要去打拼 但是因为孩子当大了之后 然后不能照顾他们哦 原来这是你的这个逻辑 早婚 早娶 早生小孩 早退休 ok 先苦后甜 可能他觉得他乐观啦 我觉得他们这十二个星座当中 公认的是最爱家庭式的 真的吗 我还以为早婚的 会是哪个星座 问一下 问一下 没有 我觉得 那你觉得 双鱼 双鱼 是 因为双鱼是浪漫主义 然后一天到晚 就敬想那些浪漫的事情 就要浪漫 但是浪漫跟结婚 就会被逼婚啊 定下来不一样啊 他浪漫到来就会被逼婚啊 双鱼你真的不会觉得 你会早婚吗 我不会啊 可是我的父母 我的外公外婆很希望我早婚 你自己不是双鱼吗 你现在还不是 没有 没有 你不 你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 我还在这里 你看 是吗 没有 我只讲一般上 没有 一般上 我觉得双鱼浪漫 可能就促成他们会早婚 因为浪漫呢 想很多 然后觉得 这个伴侣 不是终身的伴侣 OK 也有可能 OK 十二个星座里面 谁希望早婚的 你要几岁一下 早婚 真的是早婚 现在当今社会早婚 我觉得二 二二三算蛮早的 蛤 太早了吧 你看他们的脸 我这样倒是 我都超脸的 Bolly Bolly 图完就差不多了 这样 太过早婚了 太早了 你问我的话 身为男生啦 我觉得如果你在 三十岁以下结婚 就算是早婚了 讲真的 三十以下结婚就早婚了吗 我本身是天平座 所以我是 Believe in Balance 在我那个时候的年代是差不多二十七八年前的话 二十九三十我们的Planning通常是二十九到三十二之间 是 结婚 不过我不算是 我不算是早婚 早婚应该是二十三到二十五 那时候啦 不过对我来说那个年龄是一个很Balance的年龄 是 按部就班的啦 对 按部就班 对 跟她的性格 跟她的社会 真的很一样很一样 那其他的呢 谁会选择在三十以下结婚 希望啦 哇 怎么多 诶 很多咧 你不会觉得吗 很多耶 你们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看这两位都还好好的 真的 都没有娶没有嫁 因为处女座嘛 我们想控制 你要知道你如果三十五结婚 你四十五你小孩子才十岁 那个距离会有点远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到你的孩子 你知道吗 你早一点深 因为很多我的朋友他们二四二五你说对了 他们就结婚 他们三十五他的孩子就十岁 所以那个距离没有这么大 嗯 所以比较容易去沟通这些 我一直有这个希望 我要看到我的 Great Grandchild 就他的一个梦想 他早早就做 因为你看 如果我是 如果 太辛苦了 我是希望我能活到老 我们都希望了 因为你看 如果我第一个孩子是差不多 三十 三十一岁出生 他 我的孙 可能我需要等到我六十多岁才看到他 如果我要看我的Great Grandchild的话 我可能要等到 九十多岁 所以想要三代四代同堂这跟狮子座的Ego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吧 有吗 因为他要 你要好恋吗 他要跟人家讲你 看 全部排排做一堆这样 我家族多大 有吗 其实狮子对吗 全部都是好恋的 最大的梦想就是要上报纸头发 四代同堂 我们要九十多岁对吗 跟我们全家人拍一个全家服 通常我翻报纸四代同堂有啦 有照片 有啦 但是那个主角通常是躺在里面 差不多是这样才会登报 不然就是你的大寿才会登报 对 跟他的这个星座啦 真的我觉得有一点关系 他们喜欢建一个部族啊 很懂吗 一个族群这样 对 难怪是狮子 因为很多 是 还有谁 水瓶吗 水瓶 水瓶 性格很古怪 你们做得到吗 我是比较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已经设定有四年后 我是想 对 结婚这样子 对对对 安定 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有计划有筹划的啦 有理想的 你知道吗 那水瓶做的人 OK 白羊太早了吧 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看到我还没有 那么成熟 但是我觉得三十后 三十以后 就已经算比较 more of the mature stage 我觉得从当完兵到三十岁 够时间来给你拼事业嘛 所以 somewhere around then 就可以了 很有很有思想 二十九结婚 三十一岁 有第一个孩子 就是他的 blending这样 Within certain period of time 我们可以 不是控制 不过是 比较可以跟他们有 互动跟接触 因为我的 我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 OK 你讲到很骄傲这样哦 来我的 planning 我的互动 我的什么 这样哦 哇 天蝎呢 天蝎也是会规划的一个星座吧 我本身反正对自己 要求挺高的 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做好 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 就 孩子这种东西是完全不会考虑的 有规划是有规划 在这个规划当中 没有包括这个 没有包括 以我自己为中心点 先把我自己搞好 然后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这个时间 再去交女朋友 或者是在建立家庭 我相信的就是你要有孩子 你要对孩子负责 嗯 你要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东西 你没有到那个level的时候 你就不要考虑这些东西 所以你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 算早的吗 不算早 也不算早 所以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啦 教育方面 跟他们知道 你要先把一切部署好了 做才来 所以迟婚的还有哪几位 刚没有举牌的 诶 Yutaki也是决定迟婚 因为我事业心比较 过了那个再-1点了 可以call party holiday吗 对 因为事业心比较重啦 然后我觉得顺其自然 而且其实 结婚跟没有结婚 只是多了一张证书而已嘛 有可能是一对女生的一个保障啦 不过我觉得只要两个人 在一起开心就OK 摩洁好像比较豁达 先把事业搞好 然后她要什么我就可以给她 我觉得现在的话 也不是说对女生一个保障 我觉得我绝对相信现在女生的独立性 她们不需要以结婚证书来做一个保障 所以开心就好 搞不好她自己也真的也不要结婚那个女生 搞不好啦 因为她自己也能赚钱了嘛 她也不需要你养 某个程度上 不过对于这个规划 每个人每个星座的看法真的很不同 金牛呢 我自己是本身觉得2728吧 结婚 因为我觉得说2728之前是你拼事业的时候 所以那是一个2728的时候是more of a transition phase 所以你们可以support each other 你知道吗 所以一起去奋斗 然后一起追自己的梦想 2728你快到了 我还没有 还有三四年OK 三四年现在筹备一下差不多了 然后到时候对 什么样的 要留意我们的节目 因为你会慢慢了解呢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哪个星座的话 他潜在意识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对啊 那边12个星座12个帅哥 功名参考 对 慢慢的去点 OK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